女大学生怀孕被当肾病医治身亡官方通报来了 根据大象新闻6月1号的报道 今年2月大二的女生庞某某因为身体突然发胖 被父母带去了医院检查 被确诊为肾病综合症 在治疗过程中间对方使用了大量激素 导致庞某某情况恶化 所以5天以后转至上级医院抢救记录显示 医生诊断患者症状与孕晚期相仿 采超提示怀孕 但是家属否认怀孕 会诊以后认为是认成核病心脏病胎死宫中 于是医院立即安排了剖宫取胎手术 但是手术以后患者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持续到2月20号死亡 由于事件过于离谱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7个月都显怀了医生怎么犯这么严重的低级错误呢 一个敢说自己没怀孕 一个敢信患者没怀孕 6月1号邓州事件委发布情况说明 在专班小组的调查下初步认为这是一起 既有患者未能真实说明病情 又有医疗人员漏诊误诊造成的医疗事故 目前邓州市人民医院与死者家属已经达成了赔偿协议 同时相关部门将对事件做进一步的调查 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血泪的叫醒 你的身体你是第一责任人 有什么状况什么不是最好如实告知